新百貨一開門 顧客全湧入 明明是平常日 人潮竟然多到媲美周年慶 除了逛街shopping 吃美食 還有不少消費者 直奔二樓就是為了這個文青咖啡 咖啡 老天的品質很好 所以就想說 第一站進來就要先來排隊 結果沒想到真的排很多人 很誇張 有沒有想到可能大家要排多久 應該 感覺到這個氣勢 應該要排半小時吧 要排半小時一點都不誇張 才剛開門咖啡店內 人龍就已經排了兩排 外頭走道還闢了兩個區域 繼續排 二樓到四樓的這個樓層佈置 是繳來了日本知名的 鐵道購物商場來合作 因此也形成了百貨中的百貨賣場 不走高價精品路線 商品日系生活雜貨 以及甜點為主 設置在入口旁的甜點櫃 也吸引民眾目光 對 我想到那個草莓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想說等一下買回去 給小朋友當點心 新百貨來勢洶洶 同樣一條馬路之隔的百貨業者 則是打造空橋經濟 將二樓的空橋設置知名甜點 搶過路商機 在空橋上開闢貴位入口 把人潮往上帶 甚至未來四樓將推出星光球場 進一步拓展到三四樓商機 台北市新一區百貨密度全亞洲第一 不但成了超強錫克磁鐵 各家業者推薪策略 搶先走在趨勢前頭 才能奠定霸主地位 記者 陳真茂 楊格 謝偉 炎嫂組 台北報導 總統 總統